大家晚安 那今天是中秋連假的最後一天 那我來對這兩個爐子 就再做一次測試 那有一個網友建議說 要不要來燒水 然後來看看它本身 火力大概是怎麼樣的狀況 那我今天準備了這個水壺 那它大概是一公升 那我等一下會把它裝滿水 然後分別做計時 用迪卡農的這個柴火爐呢 跟蝦皮買到這個柴火爐 我分別來測試一下說 它大概需要多久的時間 可以把它給煮到沸騰 那這個爐子本身這邊有一個小小的 一個缺口 我要看得清楚嗎 它會有一個小小的那種氣滴聲 一點點而已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個判斷說 它到底煮滾了沒有 那之前我們在用這兩個爐的時候 我都用的是那個一般的樹枝 其實樹枝很好點 但是燒的真的太快 所以這一次我有去買這個 龍眼木的木塊 那我有特別用把它給劈採啦 劈了一下變比較小塊 希望可以等一下再燒的時候比較好 不過我可以預期的到用這樣的木頭 我要去點的時候其實會不好點燃 那我會讓大家看一下我填料的狀況 那如果這個爐子丟進去點燃之後 木頭燒起來之後呢 當它測試完成的話 我會直接把這個燒好的木頭 直接放進蝦皮這個柴火爐裡面 那讓它可以直接不用再生一次火啦 也不用浪費那麼多的木材 但是我這次會把它所有的空間全部塞滿 這個也是一樣 那我就先把它塞進去囉 OK 大家不知道看得清楚嗎 如果以迪卡龍這個爐子的話 它大概就塞滿了 那上面還留了一些空間 讓空氣做流動 我就不再另外再塞更多的木材 那這木材剛剛這麼多剩兩塊 那這木材其實就是 我有特別再去把它弄短一點 不然真的會放不進去 好 那我現在就來做點火的動作 那應該是不好點燃啦 這個我可以預期一定是不好點起來 那我一樣用這個火種 這個火種是我用過 真的很好用 那最近這一次的中秋節烤肉 木炭生火的時候 也沒有拿出噴燈 就用這個木炭放進去 先把木 用這個啦 用這個火種 先把木炭疊好之後 再把火種放在裡面去燒 其實這個火種燒完之後 木炭大概就點起來了 真的很好用 完全不希望拿噴燈那裡噴了半天 其實也蠻方便的 你就把它丟進去就不用顧它 去整理其他的東西 好 那我們就開始點火的作業囉 We walk together Down the streets of our home It's been forever A long time that I've been gone The feelings come easy As we start a new day And I know what I should say I love you From my beating heart I love you From my beating heart I feel the fire Inside the walls of your heart A warm desire A warm desire Heading for a new start There ain't no excuses To keep from falling in love And I can never get enough I love you From my beating heart I love you From my beating heart 各位朋友 終於我們把這個柴火給點起來了 用這樣的木塊去點 真的比用樹枝去點 真的困難很多 因為這樣的木頭 它到250度到260度左右 才會產生燃燒的效應 在這之前其實都還蠻花時間去點它的 那所以把它點起來了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爐子 那個 這個水滾大家看一下 就滿滿的水 那我就把它放下 放上去了 放上去 開始燒水了 我們開始計時 現在的時間是 9點13分 那我們看它大概幾點的時候 它會不會 因為它會不會 因為它不會 又是一段時間 因為它會不會 時的時間 就多 在那裡 會不會 可以 那裡 是 這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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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着呢 我们就来测虾皮的这个炉子 那为了不浪费柴火 那我们把柴火从 迪卡农的这个炉子里面夹过来 刚才从迪卡农的柴火炉移过来的那些柴火呢 看起来烧的已经差不多了 那为了测试的公平呢 我这边 一样我会再帮 虾皮这个柴火炉 这边再加了新的柴火 大家看得到吗 那一样我们等它的炉子烧的火 比较 就是整个燃烧起来之后 我们再来做测试 这次会是比较公平的 2个月 3个月 5个月 Here I go dreaming You got me going wilder than white Girlfriend, there's nothing that can't stop us Oh, you got me winning my laughter mind I know there's nothing that I can't do with you 好,剛剛迪卡農這個彩火爐一掛的彩火看起來不太夠 所以呢,我又重新再添了彩火再讓它點起來 那這次看到的...其實我這次看到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我再用手機另外拍個特寫給大家看 它這次彩火爐的木煤氣的一個狀態就很清楚了 大家應該有看到 好喔,那我們現在就開始燒我們的水 現在是9點53分,不知道看得清楚嗎? 那我現在就把水放上去囉 那我們就開始燒它 我們看什麼時候它會補開 好喔,我們看得非常好 我們在家裡 TALKING ABOUT YOU AND ME I WAS WORKING BOYS AND WAITING TABLES JUST GOING THROUGH THE MOTIONS DAY BY DAY THEN ALONG OUT OF THE BLUE CAME SOMEONE WHO WAS WRONG AND MAGED KNOCKED ME UP MY FEED SWEAT MY HEART AWAY TALKING ABOUT BLUE SKIES TALKING ABOUT SUNSHINE DRYING WITH THE TUCK DOWN FEELING FREE TALKING ABOUT YOU AND ME TALKING ABOUT SMOOTH SAILING HOME COMES FEES FEELING ALL FLOWERS AND BEES TALKING ABOUT YOU AND ME AIN'T IT FUNNY HOW LIFE TURNS AND CHANGES ONE FINDING IT ALL JUST REARRANGING TRY TO SEE IT COMING BUT IT THROWS YOU ALL THE SAME TALKING ABOUT THE DAY I FIRST LEARNED YOUR NAME TALKING ABOUT BLUE SKIE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 看起來就是整個燒完 到現在火剛好也熄掉了 那 時間等一下我再計算一下 那整個來說 呃 兩個爐子其實 都有能力 當然都有能力把這個 這些湖水給燒開 那這些湖水的內容量大概是 一公升的水量齁 那今天的測試給大家看一下 那 時間結果怎麼樣 我等一下最後再做個整理 給大家看齁 那 呃 這兩個爐子到底誰好用 其實很難說齁 那剛剛這個爐子有一個比較可惜就是 我記得他的時間應該是比較長 因為他 剛剛在燒的過程中 今天我在屋頂齁 風有點大 那火苗一直飄來飄去 變成他的火力沒有辦法很集中 可能是他今天的一個 劣勢啦齁 那 沒關係 其實這兩個爐子 說好不好用 嗯 見仁見智 那他的價格當然是便宜很多 那大概是這樣子 那今天的測試 就到這邊跟 呈現給大家 那最後還是強調一下 我不是所謂專業的評論家 我只是一般的使用者 把我使用的狀況 秀給大家看 那大家想要看到這樣的一個 把水給燒開的 同樣的水量燒開的一個狀況 做個比較 那這邊我也就完成了 那ok 那謝謝大家的觀賞 那今天到這邊囉 掰掰 大家可以選擇 這個